今天星期幾? 星期三,讓我打給Leo約他看樓 大家好,我是Leo 我是Annie 歡迎收看溫哥華看樓團 Leo,你今天會帶我看什麼樓? 今天我會和Annie帶大家參觀 同樣是Anthorant Properties 在Wishman建的全新康屋項目 Georgia 上一次就和Annie來參觀了Five Row的項目 你和大家一樣都很喜歡 這個項目都賣得七七八八 所以今集請來喜歡看樓的你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新的康屋項目 和Five Row有什麼不同 事不宜遲,我們快點去參觀一下 好,Let's go 全個屋項一共有四十三個單位 現在賣的第一期是頭十二個單位 準備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羅成 今次我們參觀的單位是這個屋項 售價比較低的三層 四個房間三個半廁所的Town House單位 Georgia的地址是5211 Steve Stone Highway 售價是由一百零五萬九千九百元起 單位的室內實用面積是一千五百二十尺 比上一次介紹的Five Row同類型單位小小小小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由二樓的主層開始了 廚房間隔是和上次Five Row最不同的地方 是一個開放式廚房,有一個大的廚道 而電器品牌亦是融用Cation Lake的明火煮食爐 焗爐,抽油煙機,雙門大雪櫃,洗碗碟機 而Annie,這個廚房好像比Five Row那邊更寬敞舒適 是啊,我也覺得是 雖然它沒有了中式廚房 但是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客氣 方便客人上來,不用想想莫落 不錯 是啊,這裡還有一個角落位 好像它這樣佈置 在鋼琴,看著窗邊彈琴 挺舒服的 如果也是喜歡開派對,喝酒 在這裡做個酒吧,那就完美了 廚房的後面還有一個約100呎的露台 看完廚房,我們先看看客廳和飯廳 這次飯廳的設計就是安排在廚房和客廳中間的位置 客廳的位置就安排在窗邊 放到L型的大梳化 9呎高的樓底寧寫光 看完廚房和客飯廳,是時候上去看看房間 發展廳繼續在樓梯的位置 圓容兩隻大的玻璃窗 這個設計是非常少見的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一樣都放到Kingsize床 但就沒有了5幅的特高樓底設計 咦,今次的主人房還有一個露台 光線都很充足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衣帽間 嘩,都很大 多少三副鞋物都可以放到 主人房的套廁用了兩個洗手盆和淋浴的設計 升盤下面都做了不少收納空間 可以放東西 看完主人房,我們先看看兩間在頂層的細房 睡房放了一張Kingsize床和兩個床頭櫃 可以三邊下床 我喜歡這間房間 窗口也很大 還有一點山景 還有這邊的房間的尺寸 比上一次5樓大一點 兩間小房的大小都差不多 都可以放到Kingsize床 床頭櫃三邊下床 而且都有這個大的玻璃窗 可以看到後面的風景 差點忘記給大家看看小房的衣� 而頂層還有一個共用的洗手間 用了浴缸的設計 這是不是洗衣房嗎 嘩,這裡很方便 兩個洗衣機平排 洗完衣服可以在上面 躺直 太好了 你懂得洗衣服嗎 當然懂,我經常都洗衣服 最後我們來到地下這層 看看客房 這間房比頂層其他兩間小房大 而且看著前面的花園 花園不算很大 而且在馬路旁邊沒有什麼風景 這層還有一個大衣櫃 可以放大褲和鞋 還有自己的廁所和浴室 有客人來住的時候 不用上樓上洗澡 這個屋苑所有的townhouse 都配有一個double garage 可以平排兩架車的大車房 除了今天參觀的三層單位之外 其實這個屋苑都有兩層設計 dupec style的townhouse 價錢接近120萬 但這一期都賣得七七八八 如果大家想知道限時優惠和詳情 記得馬上聯絡我 Georgia這個屋苑其中的賣點 就是公立校網 中學和小學的排名都不錯 由這裡駕車去Stifton倫敦中學 只需要五分鐘車程 而小學James McKinney 就更近 都是五分鐘 不過走路就可以去到 屋遠距離Richmond Center 只需要八分鐘的車程 而來到Stifton的漁人碼頭 只是五分鐘就可以去到 Richmond Center我們就介紹得多了 不如我們等Annie 和我們介紹一下Stifton的漁人碼頭 Annie 我也知道你經常來漁人碼頭這邊 有甚麼可以和觀眾分享一下 對 如果平時有空 早上可以過來碼頭 有新鮮的海鮮買 海膽 蝦 甚麼都有 如果肚子餓的話 也可以來這裡吃雪糕 有很出名的雪糕店 也有Fish and Chips 有空間和家人過來 散步和逢客都不錯 對 這一狀正差不多是日落的時間 你看天氣多好 風景多漂亮 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 或溫哥華房地產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隨時聯絡我 我的聯絡資料放在影片下面 大家記得Like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